接下来是我们台湾艺术大学 只是决定我们故障很多残忠 视频内 Mount testimony 这个展览一个是台湾艺术大学李女芳老师 整个钱的时候 看起来就是中山创建基地后头 rejection 乾淨的一塊草地 所以它在裡面要做出兩塊 讓人可以在上面開始 可能可以停留一些互動的可能 那另外它會在那個中山的那個 那棟樓的屋頂上做一個構造物 表達一種非族體的 它這個構成物 可是可以幫你 彌補你缺乏的一些內容 那第二個是那個蕭有志老師 它是非常擅長做1比10座的東西 它這一次做的是 好像像一個居住的膠囊 再測試的是說居住可以小到多小 然後它可以怎麼樣在都市裡頭 就很容易的安置進去 重態創業基地在這個周遭裡面 前面是廣場後面是草坪 在後面是市民生廠的公園 可是總覺得這樣子一個 塊基地跟建築物在這邊 比較像一個島嶼 這個島嶼還沒有跟周遭有一個 比較融入性的接觸感 大部分都是狗狗來這邊上廁所的用得多 那我們比較想去做一個 請做一個室館 是來這邊的觀眾 跟周遭的居民的生活 可以更有機會是融入在一起 所以用三個小單元的為建築空間 去作為空間的佈點 比如說假設我們在一個山路空間裡面 佈了一個樹上 佈了三個鳥巢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這裡也有好距離某種生態 反映出中山區裡面有很多是 小套吧 的那個居住空間 面對整個空間創作的時候 我們企圖的事實在講說 如何把空間項度跟環境脈絡 再促整一次 面對我們後面往上看 都是新的新蓋建築高樓大廈 然後還放到六個建築物的時候 其實從上往下看 這裡是一個上山區 那反而對於在上面的這些的住戶們 會跟他們面對叫做都市景觀的時候 有沒有新的認知感 比如說開發空間去把人給攔進來 你既是觀眾的戲演員 延續我一直以來的一個創作主題 叫做大量腳趾 就是在做類似像這樣的 可以移動的小房子 所以像這一次這個作品 我現在稱之為都市跟獨銷 那我覺得在中山區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這地方其實有很多的套房 那其實這些套房也都是提供一個人的居屬 所以我也想要透過這個作品去示範一個就是說 一個人的居屬 可是它是一個獨立的建築物 在這種很喧囂紛紛擾的都市生活裡面 感受不到說建築可以帶給人的平靜 我有點想要去示範一個建築最基本的 就是撫慰人心的那個事情